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早安 今天QT的时间 又来到了我们与神约会的时间 主耶稣在今天的宝贵时光里面 祂要亲自带领你 进入祂的炎炎所 祂要将祂的爱情向你显现 这月二十四日 以色列人聚集进食 身穿麻衣 投蒙灰尘 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那日的四分之一 站在自己的地方 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 又四分之一认罪 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 耶稣亚 巴尼 贾灭 施巴尼 布尼 施利比 巴尼 基纳尼 站在立位人的台上 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立位人耶稣亚 贾灭 巴尼 哈沙尼 施利比 和地亚 施巴尼 皮塔西亚说 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 你们的神永世无尽 耶和华啊 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你唯独你是耶和华 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 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 天君也都敬拜你 你是耶和华神 曾拣选亚伯兰 领他出迦勒底的吴尔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 就与他立约 应许把迦南人 贺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格加塞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 且应验了你的话 因为你是公义的 随着前面圣灵的工作 我们看见 复兴持续的燃烧 这群神的百姓 被神的话语激动 甚至于主动的聚集 进食 在今天默想QT的经文里面 提到他们身穿马衣 投蒙灰尘 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 也在神的面前 为他们列祖的罪孽向神悔改 同时我们看见 这群百姓主动地与外邦人离绝 在这一段被圣灵光照 这一段懊悔的过程里面 他们回想到 他们种种得罪神 违背神律法的 不管是在个人的生命 在他们的家庭里面 在许多错误的关系里面 神光照了他们 光照他们 过去所做的与外邦人混杂 与外邦人妥协 违背了许多神圣洁的律法 神的话语发出亮光 就叫人得着真实的智慧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 神的百姓 在神的面前懊悔的同时 我们看见 包含这些立位人 服侍神的人 他们也同样在神面前爱哭 在神面前哀求神 其实论到悔改 论到罪的问题 不只是一般的平信徒 神今天也同样要对这些服侍神的人 我们这些传道同工们 神同样的在提醒光照我们 是否我们所做的与外邦人同样的许多混杂 许多圣俗的标准 混淆 甚至于妥协 在今天这个末世 特别关于神的道 圣洁的法则 受到挑战的一个时刻 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赦免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是诡诈的 我们嘴虽然向神显出许多的爱情 但是圣经说 其实我们的心却是追随财力 有的时候为了一些利益 我们甚至于会放低标准 甚至于妥协 求神光照我们 圣经明白地说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世界上的事 那些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以及今生的骄傲 都是短暂会过去的事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远避这一切的试探 让我们重新地看重神圣洁的法则 因为世界要过去 但是神的话 神圣经的法则 却是存到永远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让我们将我们的心归回到我们的主 愿神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经过了这一段确实的悔改 认罪 哀求之后 立位人呼吁百姓站起来 称颂耶和华神 耶和华 独有你是造天 地 海和其中一切万物的神 独有你的名 是佩德 称颂超乎万有之上 这位造物的主 奇妙地从人的当中拣选了一个人 并且主动与他立约 这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开始 也是神救恩奇妙计划的源头 为什么亚伯兰会被神拣选 甚至于神主动与他立下了约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存诚实的心 其实这要归缩到 起初亚伯兰蒙昭的那个背景 在家乡的乌尔 早期的文化 那个地方是充斥了偶像 但是我们看见 当神的呼召临到了亚伯兰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专心地来归向这位造物的主 离弃一切家乡的偶像 他选择单单敬拜这位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创造主 独一的神 他凭着单纯的信心 跟随着神走信心的道路 神因着他的相信 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亚伯拉罕 并且神与他立了约 神应许要使他的后裔 承受迦南美地 这个后裔就是从亚伯兰 亚伯拉罕本身所出的 神应许赐给他后裔 并且把这些产业 赐给他的后裔来承受 同时正如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给他的新名 他还要成为多国的父 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 今天我们这些新约 神的百姓 也是因着信 得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今天同样的 用一个单纯全心来信靠的信心 我们也要进入神应许 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些产业 那些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你是何等的信实 正如你在当日 从千万人中 你拣选了亚伯拉 并且带领他走信心 跟随你的道路 照着你所应许的 每一句话 尽都应验 同样的 今天我们也选择 要全心的归向你 全心的信靠你 你怎么说 我们就选择 要怎么样顺服 怎么样跟随 主耶稣 我们凭信心 相信 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 也必要临到我们的生命中 今日 凭着信心 我们得称为 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并且凭着信心 我们相信 神也要使我们 能够成绩 多国 神 你应许要给我们的产业 主你说 我们是 你的儿女 主 凭着信心 我们向你求 你要把列国 赐我们为基业 要把地籍 赐给我们 做田产 愿今日 神的话语 也同样 放在我们 每一位相信的人心中 成为信心的种子 日后 我们要看见 开花结果 谢谢主 荣耀归给神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